时间就是金钱的话 在最近这二十年 就是说慢慢的进入中国人的社会 以前中国人的时间就是一大把 我们就说要买什么东西 我们都会说货比三家 那我们就要跑到不同的地方去 去比较 然后我们再去做购买 可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做了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有买 有卖这个东西我们就去买了 那我们不再去care还有多少钱 那我们因为就是说 时常就是说太太和先生就会吵架 就说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 可是他就是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我可以在这个时间 我已经赚出超过他十倍二十倍的金钱的 价值的东西 所以说我不care 所以说我把时间抓到就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说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就用internet 就是说节省我们一些时间 很多商人他们都用坐飞机 有没有 然后这样他们省很多时间 大家在同事在世界各地 他们都可以就是做这样的交流 然后做出最好的judgment 然后呢省下最好的时间 然后make更多的利润 然后赚更多的钱 所以time is money 我们下集了 咱们 Pay